我大概是稍微兩點之中 可以我來複習一下 我們有提到 Deep Learning有哪些重要的Deep Learning 講一下 第五頁那邊 Deep Learning有哪些重要的技術 技術 一個就是非信心的discrimination 就是你要分東西的話 他們就因信心的去切它 所以一般的自然界人的distribution 就是Dominion Distribution 所以這就是Dominion Discrimination 就我剛剛講的 它的重點是從Supportive Return 去那邊的概念過來的 所以Dominion Discrimination 我們會教你PCA LBA 是Linear Disclination SVM是Linear Disclination 第二個是它會做Prediction 很重要 它會去預測未來的事情 那預測的話 我們有幾乎跟公司那邊做很多是用刀具 以前刀子在磨的時候 工廳磨磨磨磨 刀子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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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應該用太陽的工具機 供軍機一定要到自我缺角 一模那些廢棄的零件 一個零件就是幾百萬台幣 不能磨壞 所以要做壽命的預期 那另外一個我們想預期的是 現在正想做 就是看能不能幫助醫院那邊 做肺癌的預期 就是你那個節節的大 預期後面會長多大 這是一個挑戰 要對它要不對它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肺癌的事 預期離職的時候可能會長多大 那這個要有問題 什麼問題 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你收集的資料不能只是 不能只是你肺癌的資料 可能對你的一些實力去 然後會不會用到DNA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跟人生他們情 這樣 所以這種生命的預期這樣子 那因為你們手機越來越普遍 帶著這些像那個 Apple Watch這些越來越普遍 所以我們每個人 尤其現在小孩子可能很小 就開始被收集的生理資料 然後傳到雲端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在雲端上面 都會有一筆我們自己的空間 會幫他們的資料一直收集 這樣子 只是現在收集的資料都被 Apple拿走了 被Google拿走了 這樣子 那我們那一碗 不知道 就只會去醫院 可是反過來講 如果可以配合這些東西 你可以家裡 只要每天定期去量這些資料 傳到乘大禮越這邊 然後我們就幫你收集資料 叫濾粉 所以希望 我不知道台灣這個叫什麼名字 名字 那個 光列叫濾粉保養 濾粉保養就是說 在你還沒有生病之前 不要讓你生病 重點不是你生病 不希望你生病 不希望空巨機 那些機台生病這樣子 所以要把你資料一直收集收集 然後把你的收眠延長這樣子 那這個是Prediction 那Prediction本身就是 YX Ettrapolation 我們一直叫你們 Ettrapolation 但是Prediction很重要 叫Ettrapolation 那這一塊 那這一塊就是 來回要教你們的 用RNN來做 用LSTN來做 因為這些都是在做 可以拿來做Prediction 跟Templot 連時間都沒有關的 是這一塊 那第三塊就是 Self-Rending 就我剛剛提到 高薰Model 你要去收集資料 那收集資料 當然可以做 Reinforcement Lending 那Reinforcement Lending這個也是 目前還在發 我們現在教你們的 教你們的那個CNA 那些都算比較 不是完全成熟 還在開發 但是至少比起來 是比較成熟的 那Reinforcement Lending這一塊 還是很不成熟 很不成熟 因為它要病給它 所以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 大家就是 會往這邊走 是因為 下圍棋已經證明 圍棋 下圍棋也不能 compete 下圍棋可以compete 原因是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寫著 超級電腦 它有個大Data 所以我們都沒有 但是我們要做這個時候 我們後面 只有1080 2080 我們沒有超級電腦 所以現在問題是在這裡 那些大公司有超級電腦 我們的氣象預報 我們氣象預報 能夠做預報 是因為 我們跟美國 買超級電腦 那超級電腦 裡面放一顆GPU 不是G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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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電位系統 然後放在台北 哪個地方 你不能移動 你一移動 美國就知道你把它移動了 怕你用到軍事上 這樣子 所以我們沒有超級電腦 但是我們只能用一般的電腦 來做reinforce learning 這一塊 這樣子 那目前我說這一塊 用最廣的是什麼 玩GAP 因為玩GAP 可以收集很大資 大家都要用 你可以做Label 營就Label1 數就Label1 很快 所以這一塊 目前用得最蓬勃發展 是在GAP這一塊 超級電腦那一塊 就是要個極端 那我們實驗室要拿來做 那個GAP 這邊有突破 但是 其實現在呢 現在電腦沒有玩過 那第四個就是Customization 就是客製化 所以變成每個人 就是我做一般的training完以後 或什麼根據你的使用者 再繼續收集資料 那這個一樣 這些東西都可以用在 我覺得台灣就一個 要是我們醫學中 醫學資料 用這些資料 可以去發揮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開始做 現在可以做 Belidiction幫忙做 這是 上次提到這個 上次提到這個 我們講 一個是LST的 LST LST就是 One kind of RN and recurrent LST LST 是 我們把RN 拿來 用這個 這個 你不要改它 你不要去想改一邊東西 你只是說你很強 當別人去改就你不要改 有人改當過不要改 你拿來用 那就是跟時間有關 所以這個拼命很重要 所以現在新的data數進來 新的data數進來 那是一個開關 那是ememory ememory在這裡 所以叫一個gate 那你這個gate我給它 它就綁在這裡 所以 next time if you have new data coming new data coming t and your previous data t-1 here so you can combine the old data and new data 在這裡 combine 這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就輸出 輸出在這裡 所以這邊 這邊一進 這邊就 出這樣子 好 我來講一遍 那這輸出 輸出t時間 t時間 那就是t-t在這裡 jo data在這裡 你新data進來 xt 新的data進來 會跟jo data 載得起 那這經過盤 然後再輸出 然後這三個get 這會想稱為get get的這個開關 就是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 要不要讓它進來 我可以把它關起來 我可以把它進來 我可以把它開讓它進來 讓它進來 所以你就把它想成 那這個時間點 我要不要讓它輸出 要不要輸出 要不要輸出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把這三個 當成是一個開關 那一般可以把它 當成 up 那是up 就是進來 然後這是 控制 要不要記 要不要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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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料 通常是up 進來 輸出 然後在這裡 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 一個單元 一個單元 好 好 這單元 我們把這個單元 變成多個單元 這是多個單元 好 so for HLSTM It's just a one unit 就剛剛講的 這樣一個單元 那兩個單元 三個單元 好 所以 當你在時間 T簡易 你講個字 除了一次要是在這裡 竖進來 那這個 這個 一開始我沒有的 沒有 那這個就沒有的 就直接上面竖進來 這個就沒有 就是竖進來 第二個時間 你講第二個字的時候 第二個字 這個不是第一個字 數據 直過去 把它寫在裡面 就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x1 x2x 這個x是指 這個x 在這裡 你把這個 如果 以這個圖來講的話 這個是要 這樣才對 從這裡輸入 好 你不要看錯 如果以這個圖的話 從這裡輸入 把這個點到這裡 所以 你不要 對這個圖的方向 所以 當你講第一個 這個 這個之前是extraction 這個 這個 上面是extraction feature extraction feature 所以先做feature extraction feature extraction完以後 再把feature 輸入 第一個feature 我講一句話 第一個字 輸入到這裡 我講第二個字的時候 是輸入到這裡 我講第三個字的時候 是輸入到這裡 這樣子 那這兩個字 間關係是什麼 是 我把第一個字 就是 講完以後 我把這個資料 與 你的資料 輸給他 他是保留第一個字 他是把第一個字的意思 輸入 那你 第二個字出進來 這兩個都產生關係 他去判斷 他斷完 這已經有兩個字的資料 他就輸過來 你講第三個字的字好不好 他就用前面兩個字的資料 再輸過來 再輸過來 這也是要變成你要三個字的資料 當三個字的資料的時候 你在輸入語音的時候 那個 那個 OK 你輸入第三個字的時候 他有發現這兩個字 輸入的字 你這樣語音進來 你這輸出 輸出是字 你OK 你輸出 這輸出是字 字 字 你這邊是影音 語音出進以後 然後經過那個 副業轉換去做這些語音處理後 所以語音進來 判斷第一個字 他會輸出第一個字 他把第一個語音的資料丟給他 feature 你這樣講到第二個字的時候 他有兩個字的判斷 他就輸出第二個字 假設你講到第三個字的之後 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 他有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的資料以後 他有這三個字的資料以後 OK 他去判斷 他要輸出第三個字 但是這個loop有個問題是 他沒辦法去修正這兩個字 你懂為什麼 所以你在輸入語音的時候 你發現你輸入到第幾 第一 假設第三個字 你發現前面那個字錯誤的時候 要修正 輸出要修正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用 two-pace的LSTM 這是one-pace 所以他們有時候到這一個 two-pace的LSTM 會過來 過來的時候 他輸出可以修正 這前面兩個字 你懂什麼 所以你在做語音的 很多語音是two-pace的 two-pace的LSTM 你過來的時候 之前輸出錯的 經過這個另外一個X回來的時候 他可以把輸出 輸出那個錯誤的字 就把它修正回來 所以語音 你輸的字越多 他修正的 在後面修正就會越準確 因為他會根據前面的資料傳過來 傳到這裡不會判別 判別完以後 他就會回答 去修正前面的錯誤 所以你在輸出字的時候 常常越講 正確率就越高 是這個語音 用LSTM來做 我說LSTM 這是最單純的LSTM 就是這樣子過去 所以這個case不適合語音 因為他沒有修正回來 這個case只是說我在做不一定的時候 希望他那個資料 就像我們那個這個規定 我們只做道具的說明的話 我們不用修 我們沒有修正那個之前的資料的 我們就不一定 下一個 下一步 就是這個 停下來 我們是一直根據前面的data 一直數進去 那我LSTM 假設只有五個LSTM的話 我就一直連記前面 所以我一直picking下一筆 一直picking下一筆 那我不需要去修正前面的 那我就用剛剛那個 一條通道LSTM 因為我不是修正前面的 錯就錯了這樣 就是一條 但是我要修正前面錯誤的話 我就要回LSTM 來修正這樣 所以我說你現在就是那個 那個架口 LSTM的架口 要拿 對這樣 OK 所以LSTM 它可以拿來做 這個 這是你看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單元 那這個是你的架口 那這個架口就有很多種 這樣子 但是你要記得 你要做LSTM的話 這是中間那一層 上面那層 上面那層是 sofuture extraction 中間是有基因體功能 下面是分類輸出 因為你要知道它是 你講的是 123456789 它要知道你講的是哪個字 才幫它輸出 所以這種分類 還是要用ending來分類 這樣子 所以是相互還是一樣 所以變成是 你把LSTM拿掉 你要想 我把LSTM拿掉的話 就被原來之前的那些 classification結果 是做future 把LSTM拿掉 就是之前我教的那些 基本的CNN 那我把LSTM加進去 就是讓它有 記憶前面實踐的功能 那是把它連起來 不然的話 這是跟前面一樣 你後面還是要NN NN來做什麼 我剛剛講的 我現在講電話號碼 我電話號碼 0932 LSTM不知道 它只把你記憶 這樣記憶 你要讓它知道 分辨數字 就是要NNN 才幫它分辨 這樣子 只是它幫你把 前面的時間 累積進來 它幫你輸入NNN 去幫你做修正 這樣子 那是LSTM 基本概念 那最後 我們這邊 講一下那個GNN GNN的東西 那GNN 就 它是一個 open import 那GNNN 上跟PCA有關 GNNN是改良PCA的東西 那PCA在做什麼 我們講PCA在做什麼 PCA是一個 就是 big data的改善 PCA 這種 我們講PG 我再講多一點 我們後面講PC 這裡我就不講那麼多 我只講PG的主要 目的是什麼 就是 錯 這是別面題詞 有16個人 我有16個人 你這樣當成一個I嗎 這個是I1 加I2 加I2 現在16個人 每個人的位置都可以 所以這邊都是第一 就是POSTD 然後把16個人 重新配入了 成I根 所以這個C是I根Face I根Face 這是POSTD 這個上I根Face 再上海 又是16人 這個就是你的 跪下 跪下就是I根 這更啥 I根Value 就是我發現 我先解I根Value 這就是 I根Value I根Value 所以重新拍列子 From Imaging a man To Icon Domain So your Icon face will look like Look like Is one This is Icon face Icon face 看起來就像 一片一樣 一片 這是其中七章 剩下十六章 你以為十六章影像 又產生十六章 Icon face 那Icon是什麼 我們上次有講 是個高群嗎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 Quarance Standard image 這個就是你的 這個就是你的 平等級 這個就是 這是你的 Valance 這是你的 Standard image 並列 那這是你的高群嗎 Icon是 Icon就是 這個是你的文字 這是你的 Osh 高群嗎 這是你的 高群嗎 Valance Standard image 所以整個 這個 我把十六章 我把十六章影像 做成一個高群嗎 一個高群嗎 那就是每一個走 所以我把十六章 做成一個高群嗎 你本來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 X1 X2 那邊走 它就變成高群嗎 Icon1 是Icon2 所以每個 Icon是一個走 一個多微度的走 是Icon 這是高群嗎 然後這個就是 這就是你被認識 這個被認識 那這個就讓打 認識讓打 讓打 所以這個經過PCA PCA 所以意思是說 我從原來的影像 Cat 卡 卡丁咯抖寧 就是 那個抖寧 原來是X X5 X5 老闆 那這個抖寧 每一張 每一張一個走 我想要講是每一張影像 一個走 每張影像一個走 然後轉成IgEnspace 變成一個走 但是每個人一個走 我現在把它組在一起 改成每個走是一個高尋碼頭裡面的每個走 一個愛的走 一走我們UNIVERITAL 每個走 就這樣一走 你有老師會這樣講嗎 你這樣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做愛的 那我剛剛講的 愛的就是說 第一個假設你做排序的話 你有排序的話 那你的排序 假設你有排序就是愛的的話 大人愛的 假設有排序的話 就是排下來排下去 有排序的話 那意思是說 我的愛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16個人 病引力量最大的地方 Valice 病引力量最大的這個走是什麼 就是我的眼睛 眼睛部分 所以就是說 我15張影像 我把他轉到那個Domain 那我要把第一個 Igon value 就第一個走 就是我們16個人裡面 差異性最大的那個走 它是一張人臉 只是它這個人臉裡面 在眼睛的這個地方 Igon比在眼睛這個地方 微停會比較重 當你捕捉到這個的話 當你捕捉到這個的話 這個Domain 會代表你眼睛 眼睛 眼睛 因為你的眼睛 差異性 我把人什麼地方都遮住 只露出眼睛的地方的話 我可能60%可以分辨 這是六個人 誰是誰 所以第一個走是眼睛 眼睛差異性 第一個走是水 第二個走是嘴巴 你的眼睛萃出來 就是底片 所以如果第一個走是眼睛部分 它的位置會比較重 所以係數會比較重 第二個走是嘴巴 第三個走可能是鼻子 這樣子 把你分開了 把你分 把人體分開 再來 假設人的眼 這樣分來了 為什麼它留七個 意思是說 實際上 你總共是六張 那你Igon 一邊小 你Igon十六 也十六 但是人到七個以後 人就 其他都長得去 不需要 所以我只要取前面七個 左面出來 前面八九十 八十六 就是一些小小地方 你鼻孔 鼻孔 鼻孔比較大 鼻孔比較小 這個不需要辨識 對不對 有人有長一顆字 只有沒有長字 只有這種字 就在這裡 所以ITEM 你把後面的ITEM 去除到以後 你把它重建回來 你的皮膚會很漂亮 會很舒適 因為你那顆的那些雜 雜質不見了 所以後面這些屬於 後面這些ITEM 是雜訊 Noise 高區Noise 你不需要 這樣子 所以讓你做牌區 PCA就是XVD 我們常常想 Sincular PCA的方法就是 Sincular Fabric Compensation SVD 所以我們SVD以後 I can I can factor I can value 就是SVD 所以PCA的意思是SVD SVD SVD是數學的方法 叫SVD PCA是整個概念 PCA是I的東西 這樣的話 我要過重建的話 我要重組的 變成是任何一個人 這樣 任何一個人 新的人 新的人 任何一個人 I 就可以用 我可以用這個 I等於 E到 Anthony 是用Anthony 等於是只有這 那邊的WIT 乘上 I等嗎 我認了 你給我任何一個人 我都可以經過 我的I跟VIT 乘上我的相對WIT 這時候不是I跟VALU 你每個人WIT會不一樣 乘上我的WIT 那麼有16個人 如果總共有16個I 我就可以重建 任何一個人出來 這樣子 就是做重建 重建回來 所以你看後面那邊 我想講GN 我可以幫你講GN GN 是從PCA過來 我從PCA講到GN 這重建 我原來任何一個人 我都可以把你重建回來 就是像你寫愛 你這樣愛不來 你把它可以重建回來 可以經過你的愛跟VIT 它重建回來 這個是虛擬的人 假的 是透過我熟悉的 剛剛那16個人 產生了愛跟Space 那我把它重建 我經過這個WIT 這個WIT 是要求出來的 就信心當心 讓它變成WIT 然後把它重建回來 就重建 那一樣 你的資訊 損失了 它很強的地方是 假設這一張丟進去 這是一個人臉 把這張丟進去 這裡不見了 我可以幫你振回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國際基底 是愛跟 愛跟就是那16張的Information 那16張的Information 我經過不同的WIT 的Pyred 就是 Linia Combination 回來 一定是人頭 人臉 因為我的資訊是人臉 所以 這要損失了 我可以幫你預期回來 你懂我意思嗎 跟GA 跟同建 所以GA在做那個 後面那個 Generator 就是這個 我現在就是Generator 這是Generator 這是Generator 我幫你重建 過來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是 這裡需要 假設 我收集人員多 100萬 這16個人 如果我收集100萬個人 我重建回來的人 結果會更好 因為能量長得 每個人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Generator 越多 重建越多 那這不抵制 我只16 我以16的威力 因為我實際上 我要做重建 這是M-O 我實際上可以改成 這不要 改成M-O 你那個 課本的例子的話 是7個人 我就可以把它重建回來 因為後面的 後面的Igon value都很小 表示後面不重要 後面的Igon value都很小 7以後 這個例子 890到16的Igon value都很小 可是 這些資訊沒有用 我就把它去除掉 所以 一直說 我16個人 本來16個人 經過Igon state以後 我實際上不需要16 16張Igon face不用 我只要取其中前面7個重要的資訊 我就可以辨識那個人不一樣在那邊 或是我可以把它重建回來 然後我一些小資訊 就阻止掉 沒關係 那是那個Valence太重 Valence就是 我們兩個差異性不大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是臉頰 臉頰 臉頰跟大家都差不多 不重要 因為你辨識很不去 很少去 就是我連臉頰給你辨識 你辨識得出來 不好辨識 不重要 把它拿掉 所以那是屬於後面的資訊 不重要 好 那 這是PCA的概念 那PCA的概念 既然是 剛剛在延伸 所以我如果丟了一朵花 我可以隨便丟 我丟了一朵花 pjudge到Igon space 我把它重建回來還是一個人頭 因為我的Igon就是人頭 人的臉的資料 你懂我意思嗎 我隨便丟了一個什麼東西 我已經回進去 它就有pjudge 因為W的係數把它重建回來 就會變成一個人 人頭 還是人頭 因為我的資訊就只有人頭 所以它可以用 為什麼GAN剛開始給Random 意思是說我只要初始值 只要Random丟給它 它就慢慢會 往我要的地方慢慢 但是這裡面有個比較 假設我這裡可以 這是我的人頭資料 全部人頭資料的話 我只要丟任何的Random的值給W 它慢慢就會把這一張 慢慢逼近我要的資訊 是這個意思 就是GAN會產生GEMERATOR 會產生我要的資訊 所以我們當有時候 我們資訊不夠的時候 要不夠的時候 就train 沒辦法train 我要產生更多的資料的時候 GAN就是一個方法 我只要產生Igrated的東西 這是GENERATOR 那這是一個Discriminator 我限制要條件要人頭 所以它就會往人頭的方向逼近 這個會就是那個MING SQUARE DIFFERENCE 這個逼近這個人頭 但是它會產生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人頭 所以這是Random Noise 這是一個GENERATOR 你要產生這個GENERATOR 要一個Discriminator 來限制它產生的方向 是往哪個方向走 所以它有一個GENERATOR 有一個Discriminator 你如果不限制它 它不知道要產生什麼 所以你要一個Discriminator 讓它產生 往哪個方向走 那這裡的變異性越大 當你這個變異就是Random Random通常會給它一個範圍 天道一嘛 Why not is Random 那這樣產生這個 就會限制在人頭 可是我為什麼一定要臉道理 如果說我不要 不要的話 而且這個變異線如果更大 你這些產生出來就是E.T. 然後外星人 外星人就是 它已經有嘴巴 有鼻子 可是長出來不是這個人頭 它是鼻子的 我好像鼻子 你懂嗎 最大的鼻 很大的鼻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 我這個Random的東西 沒有給它限制的話 它就會產生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我們需要這個人 我們需要這個人 那再講說 不要長得很奇怪的人 所以機緣有時候會發生 會長得很奇怪 如果有希望產生很漂亮的話 希望很漂亮的話 你還是要收集很漂亮的人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你要讓它產生 一個漂亮的東西 漂亮是什麼 是你定義的 電腦不知不知道什麼叫漂亮 你懂嗎 你如果把那個 那個什麼叫做 很多大蛇 大蛇是要放在這邊 大蛇就是要放在這邊 然後你就能產生 你期待它產生一個 二十幾歲的很漂亮的女孩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邊是大蛇的指標在這裡 它是往分裂去分類的 你懂嗎 所以你還是你要 這裡還是Discriminator 就在控制你 要朝那個方向去走 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 剛你這個Discriminator 朝那個方向走以後 你實際上在修正 它的IDOM的東西 基準的東西 當你基準的Base 修正好了以後 你這個Random 再把這個Random的參數 就是W Wate的參數 在改變的時候 它這一彈真的就會開始產生 是像人 但是可能會 就這樣 鼻子可能很長 眼睛可能很大 這種東西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還是要限制它方向 限制完以後再把 你的Random W值 這個Random就是W值 改變以後它就會產生 不會太離譜 但是很漂亮的東西出來 那所以我們把 剛剛的GA 剛剛的PCA 我把它跳兩個夜間 到70夜 這是把它弄成 這篇Paper是 Mandrew特別MIT 做的 我不是 我上次之前 它是第一篇 把PCA 把它弄成 這個Neuronegore的顯示 來表示 它是第一篇 後面是讓很多 GN 跟GZP 在延伸的 他碰到老師 他現在是那個 Santiago 當老師 Microsoft 那邊 那就原來影像 減掉密 這個名字 就是PCA 原來影像 減掉密 減掉密的話 就是這張影像 然後 有些人 就Covidance Various的影像 Various的影像 經過SVD以後 PGD SVD以後 就傳真 這是那個 Igon rate 這系數是Igon rate 這是Pojected rate 就是W 這個W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GAN的一樣 W 所以GAN的W 是Igon rate W 所以 這系數是Igon rate 那你 你這張 再經過 原來的Igon rate 就當了E 原來的W 經過Igon rate 就不會有 這張密碼 刷出的結論 所以這類型 做的結論 所以你利用 這兩個 這個地方不一樣 在哪 PCA跟GAN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這裡 PCA的Igon rate 做完以後 當你要做重建的時候 你重建的Igon rate 是個 你的 當成的Igon rate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重建出來的結果 然後 脫離不了你的 Database 的結果 你Database 就直接Database 就是你的 剛剛講的I1 叫I16 你Database是什麼 它轉到Igon space 你做完 你做完 投影下的 Pondition W W 再根據原來的Igon space 所以這一張 跟原來的 一模一樣 就是很類似 重建出來很類似 你收集資料都 都醜醜的 出來的還是醜醜的 不會漂亮 OK 那下面這個是 下面這條路 就是把 那個重建後的結果 跟原來的重建後的結果 對不起 就是原來的資料 跟重建後的結果 兩個做比調 比調的話 事實上是做Database 就是說我原來是 竟然是人臉的話 我重建出來是人臉 所以你的相差異性就不大 你的臉跟你的臉不大 我竟然是一張花 我剛講我的花 花重建回來的時候 所以人臉跟著花 差異性就很大 那表示這個差異性很大 表示這兩個 就不是 這張子就是人臉 如果那張手花 花重建回來是人臉 那這張手花 這差異性就很大 那表示 它不是fax 這是做detention 上面是做人臉辨識 所以pc也是 第一篇配合在做人臉辨識 就是你把pc來做比較 因為你的肌皮 被脂肪肌皮都一樣 所以套送皮的時候 只要皮w就好 所以就把w跟人臉資料 那16張的人臉的w會比 那看它屬於哪一張人臉的w會比 那我這裡要跟你講的是 我最後講一下 這是gm的東西 gm跟pc最大不一樣是 就是 這是 這是 這一樣 gm不一樣是 它的 重建的 eigenvector不一樣 就這一點不一樣 它改良它的缺點 這是屬於incoder incoder就是 我剛剛講的 這邊的係數就是 eigenvector 這個係數就是 eigenvector 那pca的 這個 這些 鏡頭上面有 eigenvector 就是w技術 就屬於神經網 技術就是 eigenvector pca 跟gm的 jm 我們叫dance分析這邊的 eigenvector 是一樣 但是它的generator的話 pca是拿 前面的 eigenvector 拿來做 它的generator 最彈性的結果 會模糊掉 但是 在做gm的時候 這個是認出來的 所以它認出來的 這個 eigenvector 這一組 eigenvector 跟這一組 eigenvector 不一樣 最怕不一樣在這裡 所以它重建的會更好 那如果是 救了在這裡 pca是認出來以後 從前面會模糊掉 會模糊掉 那gm改行這邊缺點是 認出來以後結果 不會模糊掉 最大不一樣是 就剛剛講的 pca是 兩邊的 eigenvector 是只有一組 一模一樣 那gm是 你的編碼 跟解碼的 eigenvector 是不一樣的 因為都是係數 認出來的 這樣子 所以理論上 gm的結果取代pca 那我後面再講一下 這些數學 數學實質 為什麼 為什麼gm gm比pca還好 為什麼 後面會講 gm蠻重要的 給你們介紹 這個五塊獎學 你看應用的 你裡面收的時候 收學包 它可以應用的 因為 給阿摩 變清晰 它可以把 冬天的圖 變成夏天的圖 Adobe再做 你說Adobe 功能越來越強 你可以產生 夢魅的畫 不會畫 但是會產生 夢魅的畫 所以我就講一下 reforce 你那樣主得把 基本上其 那幾種 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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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我就簡單都講 才講 比較 針對 其他重要的 第二天 的掌握 就上到這一邊 下一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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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